今天我们中午吃的那个凉粉 它的产地就是寒台庙 我们这边有个地方叫 刚好出来把这个车开着转一圈 然后去那个地方去看一眼 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工业园区吧 应该是很多的工厂在那边 快到了 右手边这边就是厄尔多斯的 它的一个厂区了 这边是郊区的郊区了 就几乎周围什么都没有 那边有个大式的电厂 也把这汽厂 这边有工厂店 到这边来 如果大家到了厄尔多斯之后 想买工厂店的东西 就是到这边来 看下面有个店铺 去看一看 这条街上你所有能看到的店铺 百分之九十的都是在买凉粉的 路两边 这是一个镇子 比云尔多斯比较近 大概只有十几公里的样子 到了周末大家就回来这边吃凉粉啊 什么肉沟鸡之类的 我们其实是在找修车的 看哪能打气 洗车 可以打气的地方 气修厂 看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打点气 这边这边 没人 看一下这边 是否能给打点气吧 打气呀 打4个4个4.5的5个 确定补一补天司也穿来 就这个 天内门啊 好的 可以打可以打 现在找个销车的太难了 切面应该是4.5个 4.5个 啊 就这么 后头怕就不够了 还有左面切面 我看里面台压提示 我都要是拿个 拿个老胎 放肆也太潮了 这个 科特斯不有点不够 嗯 我看他提示了 这个 两个龙台 哎 这多少钱 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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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已经打完了 然后洗车的地方没找到 反正轮胎有气就行了 暂时也可能走不了 继续停回去 现在你看街上的车已经很多了 我们这边 没什么感觉了 超市也开门了 上上也开门了 这小区门口偶尔还会拦一下 检查体温什么的 气补完了 回来停车继续把这个注射之腿放起来 注射之腿随时都得放下来 这样就撑着了 希望不会 再需要暂时不需要开门 这也太厉害了 折起来 然后要上车 车没锁 怎么全掉下来了 这瓶洗过的液买多了 放在侧边这儿了 不知道能不能关上 可以 我们之前一直车上安的那个太阳能 太劣质了 我已经换了第四匹了 然后这一次呢就下狠心买 买这种稍微就是价值高一点的 据说质量还不错 并且带有遥控的 它这个可以人体感应 然后也可以长亮 你也可以手工的把它关掉 这遥控在你手里边 这个东西装在车上去 然后它有五种模式 你可以在上面选择模式 我看一下它这五种模式是什么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人体感应加微量 就是你只要按1 它这个没有太阳之后 天黑之后 现在它检测是天亮 先开 人体感应加微量 先把它关掉黄眼了 先看一下 第二种模式是人体感应加灭灯 那我们肯定是通常都是用模式二 就是人体感应加灭灯 第三种模式就是长亮 一直亮 第四种模式是智能模式 但是它没说智能模式 这是什么模式 第五种应急照明 应急照明功能 长按吗 应急照明 希望这个可以 就是 它这个下面还有提示灯 三个黄灯 黄灯常亮 人体感应加微量模式 可以 这次我们就试一下这个灯装上去 因为它的这个宽度 我两个跟那个震阳帘宽度是一样的 看起来要大一些 但是它的太阳能板面积就更大 里边的电池呢更多一些 可能要比我们现在这个好很多 试一下吧 先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把这个车洗完之后 再过去沾这个灯 用一颗螺丝挂住就可以了 超级亮应该是 所以还在压缩 我们去加点茶 这两天一天再喝茶 加点水 看我们在做什么吃的 一楼又在厨房里边开始 等钓吃的 我们的面汤 干羊肉汤 风干羊肉熬的汤 这是卤 煮完面晚上吃清淡 吃清淡了 在灯口水 这是明天吃的 待遇 哦 干羊肉面 这个就是干羊肉 风干的羊肉 熬的这个羊肉汤特别好